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的特别呢 得先说到一个人 谁呢 黄飞鸿 那说到黄飞鸿啊 相信大家一点也不陌生 香港电影的武打片中有超过100部都是以他为题材的 创下了同一题材拍摄最多电影的世界纪录 其中呢有一部由徐克导演李连杰主演的《狮王争霸》 也是众多作品中比较成功的一部了 片中精彩的武士场面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我们编导呢 就听说在广东省中山市的火炬开发区 有一位被当地人称为黄飞鸿的人 大家为什么这么叫他 带着这个疑问 我们踏上了寻访之旅 但是刚到那里却先遇到了一位冒牌的黄飞鸿 师兄 赶紧玩 赶紧玩 阿拉麟填 一、一、一、星红的光 当、一、冰、打 朱尔蓉 把我的石头拿来 朱尔蓉怎么说 就知道吃 吃还不给我留一份 非逼我出 活生乌银酒 气死我了 是不是 家伙乌银酒 整天不够 都没吃饭中了 还不开货啦 非逼我活生乌银 另一只脚 快把我的十字头拿来 这个不是红烧十字头吗 我要的是那个五的 那个五的 快去 这个给我放旁边啊 和他们想要帮你 赞 他们想要帮你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 这就是 但是有日子都能洗脚了 这鲜蛋鱼味还真有点重啊 是 兄弟 误会 误会 租的 二百块钱 两只 误会啊 告辞了啊 自己人 自己人 我有暗号 爱老虎油 爱老虎油啊 终于把 淘汰 哦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兄弟们 误会了 误会了 我这次来是听说咱们当地有一位黄飞红 我是来找他的 是 我师父就是 就是你师父是吧 是 看来我没找错 据徒弟提供的地址 我们的编导找到了这里 可是到了现场却让编导吓了一跳 各路高手云集于此 刀墙棍棒各显其能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武林中人在此相聚呢 而且这么多的英雄豪杰 究竟哪一位是当地人称黄飞红的人呢 大爷 你好 你好 您是本地的黄飞红吗 不是 您这是练的什么拱啊 这个是铁头弓 我要到你练好这个气以后 可以玩其他难度高的动作 大爷名叫杨锦彪 他所说的高难度动作 就是用头将这根八毫米厚的钢板打弯 为了验证功夫的真假 杨大爷打算让我们的编导亲自来打 然而编导究竟敢不敢打呢 这可是你让我打的 谢谢 这是往脑头上打是吧 对 看来这打人的差事也是不好做的 大爷您还是自己来吧 杨大爷不仅铁头弓了得 铁布山也是他常练的功夫之一 好 您不硬气这是软的是吧 那您现在硬气 硬气可以啊 硬气可以啊 给你看看啊 我摸一摸 哎呀这好硬啊 大爷你亲两个手指都受不了 杨锦彪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 每天坚持练功有五十多年了 用他自己的话说 无论什么样的健身锤 用到他身上都像挠痒痒一样 为此杨大爷还为自己特别定制了一条粗铁链 平时就用他敲打自己的身体 达到健身的效果 这里在场的每一位高人都身怀绝技 而所用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门 大爷 您这个武器我认识 是一个磨刀用的是吧 不是 不是吗 我家也有一个磨刀用啊 看这个很旧了 很久啊 这有多少年了 一百零三年了 一百零三年了 这个是你祖辈传上来的吗 我爷爷传下来 爷爷那边传下来的 哇 这是老鼓动了 老鼓动啊 我们的编导正投入的看着表演 却被突如其来的一击击倒在地 难怪人家那么生气 这板凳可不是用来做的 而是人家平时练功用的武器 师傅练的这套功夫叫长凳功 您可别小看了这长凳 像这样的长刀砍过来照样能挡 不仅防守实用 进攻的时候也是屡屡得手 那么为什么会想到用长凳做武器呢 除了长凳 离地的锄头也成为他们用于练功的武器 这些功夫有很强的实用性 目的是随时随地都能抵挡外来的进攻 据当地人介绍 最早当地人练习武术 是为了对抗沿海的倭寇 到了后来土匪强盗猖獗 人人习武用于保卫自己的村庄与土地 虽然如今已经不再有土匪恶霸出现 但是习武的风俗却流传至今 然而这么多的人练武 究竟哪一位才是当地人称黄飞红的人呢 这时剑场忽然出现了一位年轻人 手臂佩戴钢圈 出拳刚进有力 钢圈发出的碰撞声 清脆响耳 这套拳发看起来并不陌生 编导似乎在哪里见到过 没错 这套拳发正是电影功夫里出现过的铁线拳 而这正是黄飞红生前所擅长的鸿家拳发 难道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吗 那您就是我们本地的黄飞红是不是 不是 是我们传人 这样的叫我叫我们王师傅 其实我是黄飞红的第四代传人 第四代传人 对对对 终于找到人了 那您真实的贵姓是什么 我姓孙姆李 叫李宁国姓 终于找到了我们子姓要找的人 林师傅在当地不仅拳脚有名 无起狮子来更是首屈一指 并且人家可是正宗的黄飞红 第四代传人 所以当地人都叫他黄飞红 那么林师傅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呢 今天是我们每次 多次都在这里 参与这些活动 把这些各方面的武林高手 都请过来 来集中这里切磋武功 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 我们过几天买了这家狮子 邀请了各位的前辈 来参加我们的点睛仪式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过来来派这个邀请帖 原来林师傅今天是来发邀请帖的 为新师点睛是一个重要的仪式 能参加这样的盛事 在场的人都觉得很荣幸 但是林师傅的一位朋友 由于生病的原因并没有到场 于是林师傅打算亲自登门拜访 他叫落日生 就是今天生病没有到场的人 我们赶到他家的时候 正遇到洛师傅在练拳 我看你刚才练的这个是咏春吗 对对 佛山咏春 咱们这个咏春有什么特点 咏春就是进气的攻击 进气的攻击 比较实用 直接 咏春拳并不是洛师傅平时主要练的拳 据说他的看家功夫是一花开午夜 这是什么独门武功呢 在洛师傅的家里 我们的编导看到标有各种武功的坛子 整齐的摆放在角落里 这究竟是干什么的呢 这是练功外插手插身体用的 不是是外用的药 在练功中呢 就难免有手插呢 有什么什么 就必须用这种发衣 据洛师傅说 这些药酒就是在练功之前擦的 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 而且练每一种弓所用的药酒也是不同的 药酒的配方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他是怎么知道这些药方的呢 当年是书记的时候 我拜师学义 那个时候我比较勤劳 比较老师 还有用练功比较刻苦 在那么多书兄弟当中 就师傅就把这些药谱配方 传给我 我变成他的继承员 其他书兄弟太多了 呼吁这个东西 但是他没有这种配方 没有这种 就说秘方吧 说到秘方 洛师傅还特意给我们展示了 当年师傅传授给他的秘籍 但当我们提出要看看里面的内容的时候 却被洛师傅拒绝了 洛日生在当地开设了一家武馆 凭着一花开午夜的功夫 吸引了不少的徒弟前来学习 由于身体的原因 洛师傅不能亲自演示 便命令徒弟给我们展示这一武功 所谓一花开午夜 就是用头 手臂 腿 前胸和后背 把这六厘米厚的木方折断 开花 而这最有难度的是前胸和后背同时开花 看完徒弟的演示 洛师傅坐不住了 坚持带病给我们展示 徒弟几番劝阻都没能成功 便最后决定换成稍微薄一点的木板 一 一 一 二 三 三 表演过后我们才知道 由于病因 洛师傅是很难运气的 能完成这样的动作实属不易 空闲之余 林国兴把此行的目的告诉洛师傅后 便回到了自己的训练场 在当地 林国兴的师队是最出名的 虽然林师傅今年才32岁 但舞师已经舞了二十几年 我们在现场看到 两排高装 助力在场地中间 徒弟们在旁边进行日常的训练 要知道 所有在地上训练的动作 都是为了最终在这些高装上完成 林师傅对徒弟们的训练 也是要求严格 平时观赏用的仙人球 竟然成为他们训练的道具 这是要干什么呢 原来这些仙人球摆放的距离是一米八 跟在庄上的距离是一样的 摆上仙人球是为了让大家克服恐惧的心理 为了体验训练的难度 我们的编导也加入到了当中 我们刚刚都没事 要不然这个还是挺恐怖的 室内也要跳 还跳得过 你个脚没抬起来 我脚没抬起来 你脚要抬高 上前跳 我们的编导轻松跳了过去 可是哪知道这只是刚刚开始 徒弟们还要一点点往上增加距离和难度 两米的距离大家也都能正常通过 可是当距离增加到两米四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退出了这场冒险 只有几个老队员留了下来 徒弟们觉得今天状态不错 打算再增加到两米五 这个距离他们能跳跃过去吗 看来这已经是极限了 再远 那可就要挨扎了 据说 在庄上两个人的跳跃要达到三米左右 说了这么多 我们还没有看到林师傅的表演 我们还是让他来展示一下吧 继续的时候 不要挨扎了 就 这高庄上的武师 让我们的编导看得是惊心动魄 也确实见到了林师傅的真功夫 庄上最难的动作是哪个 一个是飞跃的 因为他起码要看感觉 因为有时候师傅是看不到 或者是我坏 那时候他慢动作是 所以每一次都是可以一致 所以他打到这难度 退后的阿山做的最难 做到头上退后呢 因为他这样的 他思维是 因为他摸到装上的这个感觉 他看自己的每次的训练 这个训练的程度 还有长时间这样 然后走啊后退 他是可以感觉到 不用看也可以这样 然后走 没有几年扎实练习 这种高装武士表演是肯定完不成的 在徒弟们训练的过程当中 我们竟然发现了一位女同志 而看过黄飞红电影的人都知道 十三怡这个人物形象 她成为众多影视剧中唯一出现的女性 那么黄飞红真正的生活当中 真的有十三怡这个人出现吗 我听我师父说 十三怡是历史上是没有的 也是电影三阵里虚构出来的 很多人以为十三一 就是我们的黄飞红 第四任妻子默桂兰 被塑造出来的 我也听说我们的 我听说我们师父说呢 黄飞红在佛山有一次武士表演中 一步小心把这个脚上的布鞋 也跳到了观众上 刚刚打好了我们的默桂兰的头上 这是我们的黄飞红就亲自上门办法 所以他们两个就相似了 就慢慢的成为正式的夫妻 原来十三怡这个人物形象 竟然是假的 那么我们现场看到的女生究竟是谁呢 你是他们专门请过来打扫尾声的吗 不是啊 我是队员 你是队员呢 什么 武士队里竟然还有女队员 您还凭小看了这名女队员 人家在武士表演中还是尸尾 平时练习的内容和男队员一样 要把充当尸头的人举起来 举尸头是他们平时另外的训练项目 有时候徒弟们会把这个训练 当成游戏来完成 尸尾把尸头举过头顶 尸头在空中对抗 谁先落地谁就输了 训练结束后 林国新来到了定制尸头的手工做法 准备取回几头新尸 林师傅告诉编导 这家工房是制作尸头的老字号 我们来的时候 正赶上一批新尸头装箱 准备发往美国 据说全世界只要有华人武士的地方 就有他们家制作的尸头 这些尸头承载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漂洋过海 传播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林师傅找到了自己定制的尸头 小试身手 库房里堆满了新尸头 这些尸头形式各异 被巧手的工匠们打扮得分外漂亮 但这些也只是摆放的道具 他们缺少一个仪式被唤醒 真正让他们注入生命活力的 便是点睛 点睛仪式上 林国新和几位前辈准备着仪式所需要的道具 要点睛的新尸摆放在树下 此时昔日的森林之王化身为吉祥的神兽 变得乖巧可爱 成为老人和孩子们的玩伴 贬经仪式由邀请到的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共同主持 首先要向东南方速径三居公里 并向天地敬酒 之后要用柚子叶和黄皮叶为新尸打扫全身 据说用这些叶子是为了除去邪气 给狮子以吉祥之气 拨幅之力 然后再把这些叶子插在他的脚旁 叫做簪花挂红 最后点睛之人手持新笔 攻身诗前在狮子的眼睛额头口中身上分别点上一笔 传统的习俗中这一点红要用机关血 如今换成了朱砂 点睛之后的狮子瞬间焕发了活力 一只可以辟邪纳福的百兽之王 就此诞生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祝全国人民新年快乐 这也是我们栏目最想对大家说的 又是新的一年了 我们乡土栏目也半年走过了七个年头 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会一如既往的带给您更多 更好玩 更好看的节目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的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是乡土最热心的观众吗 如果你能回答对本周所有的问题 那么将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快快短信参与吧 你就是乡土版世通 我是来自台湾的土农 我是一名石家 我是一名厨师 我叫宿船的欢庭大 我做了四十多年 我是搞木雕的 他们各怀绝技 他们也是普通的手艺人 新的一年 他们有着各自的新年愿望 夏季乡土 走进不见莆田 东西南北迎新年之 元旦这一天 元旦这一天 我会以下集大致的 去等下来 我们下期的事情